民眾黨主席柯文哲 日前曾經參加一代一 顏杜聰明的漫畫書發表會 日詞說他也透露說 自己曾經拿過杜聰明的獎學金 但是如今遭到一名退休的 加醫科醫師楊斯棒打臉 楊斯棒說他翻閱歷年得獎記錄 沒看到柯文哲的名字 質疑柯文哲在說謊 那麼對此民眾黨也趕緊出面來澄清 我也拿過杜聰明的獎學金 因為當時醫學系第一名 充滿自信 堪堪而談 民眾黨總統參選人柯文哲 日前南下高雄參加新書發表會 公開說曾拿過杜聰明獎學金 卻遭退休醫生楊斯棒打臉 楊斯棒在臉書發文表示 他查過杜聰明基金會 頒發的三種獎項 紀念演講獎 優秀論文獎 和醫學系優秀畢業獎 都沒有找到柯文哲的名字 至於醫學系優秀畢業獎 每一年台大只有一個得獎者 75年度得獎者是紀乃文醫師 知疑柯文哲又在騙人 或是講述他見了誰 跟誰講了什麼話 常常跟事實落差非常的大 所以楊斯棒查了 歷屆獎學金得獎名單 並沒有柯文哲 我想柯市長就好好把他說清楚 科學精神是什麼就什麼 有就把他講清楚 沒有的話 亂蹭的話 就道個歉就好 長期以來 柯文哲一再 以自己的高學歷高智商 來自我吹噓 現在連領過獎學金都拿來說嘴 我想八年市政末段班的表現 是柯文哲的政治成績單 台北市民已經給他打上了 不及格的成績 綠營立委得到機會 狠狠跑紅柯文哲 但實際點開得獎連結 一排排名單內 確實沒有看到柯文哲的名字 是記錯了 還是真的又說謊了 民眾黨趕緊出面澄清 目前的話 柯文哲主席這個辦公室 這邊正在跟基金會那邊來做確認 那以目前所了解到 好像是他這個得獎名單 好像是只有公開部分 那因為年代久遠的問題 所以基金會他是不是有確實的 把這個去做一個登錄 或是公開 我們目前都還在確認當中 黨團低調回應 但柯文哲近期聲線各種風波 連續聲音兩天不公開行程 如今再次被爆出說謊疑 柯文哲的誠信問題 恐怕又被擠上一筆 記者林俊廷 江凱琳採訪報導 舉個主席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